男人开团去买都买买起来 噓不要让嫂子听到 欢迎回来幽浮男人 我现在要进行的是男人开团去 今天的开团去呢因为是12月22日了 通常你会办一些活动 我想你们都准备好了 但是还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们增加一些 比方说同事啦朋友之间 甚至就是家庭跟家庭之间的 你知道吗像我们有小孩之后 我们就会跟其他有小朋友的家庭 会变得比较好 因为小朋友会玩在一起 那就会有一些活动可以玩 圣诞节的活动 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礼物的交换 那礼物交换呢 通常有些梗就非常老 啊我送你圣诞小树 送你一些什么饼干什么之类的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圣诞礼物交换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创意的玩法 来 每年呢如果说都是换同样的礼物都会非常无聊 变化一向 像是呢有些同事 公司同事会规定交换礼物的这个尺寸大小 然后礼物的颜色用途等等 然后呢有一些大家诠释不同 猜礼物的时候会有惊喜 不一样的哈 首先我们来看有几个 要有梗的礼物创意主题的推荐 第一个增进感情的必定是小天使小主人交换礼物 这个是一开始会先抽签决定谁是小天使 那当然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抽签的结果 也就是说每个人抽自己会知道是谁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呢 让小天使偷偷的关心小主人 送零食啊热饮都加分非常的多 到了圣诞节当天小主人要猜出他的小天使是谁 然后并为小天使准备一份礼物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角色扮演了 然后另外呢是方便比较简单的 叫做传传乐游戏交换礼物 这个呢就是所有人抱着自己的礼物 并肩坐着围成一圈 在一播放音乐的时候 就把礼物往右边的朋友传 一直传一直传 直到音乐停止的瞬间 你手上的礼物就是你圣诞交换礼物了 那害怕拿到不小的礼物就要赶快传给下一个人 通常你会把它包装起来啦 只要你一开始会觉得说 那个人他会准备很瞎的礼物 你就说赶快传出去来传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哦 再来呢就是比较圣诞气氛的 就是毛线交换礼物 把所有人的礼物都放在一堆 并用毛线绑在礼物上面 把毛线们呢 拉到另一端让大家来抽圣诞礼物 慢慢的 你看就是因为绑在这个礼物当中 毛线的另一端礼物就会被你拉过来了 那会非常紧张一些有趣 有点就是说抽签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把它放在圣诞树下 就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氛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十个朋友的话 就有十个毛线 大家自己找自己的 然后前端是比较有混乱的那种氛围 不要缠在一起 到时候一拉全部都囧在一起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就非常有趣 那再来就是看谁运气好 天使恶魔交换礼物 这个方式是要准备两种礼物 然后是一个用心选好的礼物 代表天使跟坏的礼物 代表恶魔 每个人可以抽一个天使跟恶魔礼物 轮流打开 看里面是什么好礼物跟坏礼物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记得之前有跟朋友们玩过 有些好礼物呢就真的非常不错 比方说相机 比方说一些什么 怎么讲 实用的用品 然后呢还有就是非常 珍贵的琉璃 等等都非常好 那地狱礼物恶魔礼物坏的礼物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看过不要的书 然后或者是用过的什么东西 还是说我要准备丢掉的牙刷 这个都把它拿来当礼物 然后就觉得说 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 当然那并不是恶意的 但是你明明知道就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我觉得这蛮好玩的 就是让大家来看看这些 相对的梗可以来玩这样子 那实用的礼物呢有像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建议 随身吸带的环保用具 因为近年来的环保液体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不管是环保吸管 环保快 保温瓶 保鲜盒 或是饮料提袋等等 绝对派得上用场 而且现在很多的环保产品 都会联名 比方说像小朋友 或者是那种男生非常喜欢的 这个星际大战 还是像那种球队的 然后甚至一些独特造型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呢 喜欢酒的朋友们 你可以给他们就是像红酒啦 冰酒啦 葡萄酒等等 然后送一些比较珍贵的酒 那他们就会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推进给各位的 像是室内相分的生活好物 比方说精油类型的东西 像是一些可以喷洒出那种 就是有非常好味道的那种 喷雾式那种器皿这样子 精油放在上面就 然后呢又有一些非常柔和的光 这个东西对于就是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朋友或者家庭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呢有像是蓝牙喇叭或耳机 也可以去做交换3C好物啦 比方就是说 这些可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接触蓝牙 然后呢可以放一些好音乐 我觉得非常好的 那当然啦 如果我要选择的话呢 技巧非常重要 避免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会讲说 你是个雷王 就是会踩到地雷啊 我们来整理一下NG的礼物大盘点 如果抽到会翻白眼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冬季常出现的礼物啊 像护手霜 大家会喜欢护肤产品 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习惯 在使用护手霜的 这个是 拿到就觉得啊谢谢你啊 可是又想要把它送给别人这样子 还有就是面膜啊 这种东西一般 如果是贵的面膜 大家就是女性会比较会接受 但一般药妆店买的这种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惊喜感 而且还要考虑对方 是不是会有这个习惯 这个比较麻烦 然后呢像是围巾啊手套 这个保暖品每个人 并不是非常多需要 第二个每个人喜欢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除非你知道他特别喜欢什么 如果你买一个手套 然后是钢铁人的手套造型 然后他又是很喜欢漫威的 那OK 可是如果说你买一个 一般的什么圣诞节 红绿白的这种手套 然后给一个 比方说正在健身的 你知道壮男 这有点不搭 所以就是也不用刻意去买 这些手套的东西这样子 那没有诚意的礼物是什么呢 之前黄南宁在又这个五四三南方基地 去年圣诞节有做一个特辑 马克杯 就是非常的没有诚意啦 就是一个人要多少个杯子 你就不用再送了这个马克杯了 那如果款式都大同小异的话 你就会了无心意 除非它是写着个人的 比方说你的朋友叫做名字 还可以印在上面的是非常有趣的这一种 相框摆饰 这年头大家把照片洗出来是比较不多啦 那这个摆饰的话 没有意义就困扰就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说相框摆饰 如果说找不到东西你再去买 是不会有地雷 但是就是说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啦 就是说它并不会有太多的一些 惊喜程度这样子 娃娃玩偶 这个是摆子生会用的 那体积它又沾空间 除非你是要送小朋友 现在是冰雪奇缘非常夯嘛 所以你送一些冰雪奇缘的娃娃 在这一两年当中还是非常夯的 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 他们说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谢谢阿姨 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收 孩子的这种心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还可以送 可是如果大人的话 就比较不虚用了 那比较有点无聊的像什么呢 食物啊 零食巧克力 这个当然吃的比较大家会容易接受 但是避免一些随手可得的 不然的话会让它翻白眼 还有呢 会有人现在会送现金吗 圣诞节送现金 怪怪 你可能会就变成说送个金饰也可能要 圣诞节的造型的金饰 融了之后还可以保值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像一般来讲的话 不会建议就是说 想不到东西 那我送几千块现金这样子 这个都是农历年才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圣诞节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氛围 一群兄弟姐妹们或者是 家庭聚会还是就是朋友聚会 主要还是那个氛围要在 圣诞节嘛 那种你要穿的衣服啊 要有红啊绿啊黄啊白啊 黄好像没有 但是这种概念就是说 是一个gathering的气氛 大家唱个歌啦 放点一个圣诞音乐 烤个那个什么鸡 然后用一个什么甜点这样子 然后礼物真的就是说让它有趣的 因为大家都会把这种东西 变成是一个 上传到自己脸书粉丝业的东西 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party people的话 那真的就是把它自己做得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 大家有一些什么一些意见啊想法 提供给我们 因为我也很期待就是说 有了小朋友之后我们不过圣诞节 都是给小朋友的 我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过 给我们一些经验 OK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男人开团去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